大家好,我是户标矿子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次打的怎么样 先看这一枚,这是一个杭州的哥们 杭州的一个哥们的东西 是一共是7枚钱粒,打进去了6枚 有一个枚粒,不知道是假的还是什么原因 看一下,这是7枚粒 它这一枚一枚镜,看一下 MS82 哇,这个82打的真的好严 我觉得这个85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钱 这么好,状态很好的一个钱 打了个82,你看,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钱币 打了一个82,是我没想到的 这么好的状态就打了个82 这个拿掉 这个又打了个82 可是这么好的状态就打了个82 太可惜了 这个辐寿康林双龙 打个80,其实这个状态还蛮不错的 虽然有点小清洗 基本上是原味道的 哦,这个,这个是个好版啊 没有了 这个是个好版呢 这打了个85 这个打了个85 但这个是个好版 打了个折时,是说是有点可惜的 罗汉钱打了个82 这个82也算比较严呢 通宝其实人家就放了,都打了85 这个好像是个美字啊,感觉 嗯 然后这个兽笔南山没进盒 那这一堆我就 给他放到这里里面 马上给他寄回去吧 打的还不错 打了一个 这个82 这个是打82 是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这个是妥妥的能打85 最后就打了个82 啊,老可惜了 这我觉得妥妥是85的一个 就是如果是那个公布老板的话 这个能打88 90都可以打 啊,这状态打不了88 打不了90吗 你看这个钱有多深啊 你要看啊 他这个钱的字口非常非常的深 啊,他很深很深,真的很深 板膜非常好 啊,里面就是那种蛋黄 黄色的那个底章啊 非常非常开门的一个钱 啊,非常非常开门 甚至有可能是 有点母的那种性质的 啊,然后像这个 啊,这一枚通宝也是一枚好板 这个通宝是一个好板 嗯,这个通宝 矮氏吧,应该是 矮氏啊,这个通宝是一个好板的 啊,可以看到 啊,这个福寿康宁这个花钱也不错 罗汉钱这些就无所谓了 最最关键的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东西啊 还是这一枚东西是真的厉害 啊,就这些 这一堆 最关键的还是这一枚 这一枚这个花钱打82真的太可惜了 啊,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啊,这枚打的不太理想啊 啊,这枚是 这枚是 说出来的 再放一遍 让它进回去 啊,这个是低于80分有代码不录啊 啊,我们再看啊 这个也是一样啊 低于80分有代码不录 嗯,看到吗 这个是 也是6枚啊 代码不录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 有另外一个 嗯 嗯